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要看雅各书的第三章 一到十二节 我们一起祷告 主上帝感谢你赏赐恩典 让我们可以一起安静 在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 愿你亲自启示 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向你身上祈求 祷告奉去尊名 阿们 好我们先听一下一到二节的经文 我的弟兄们 不要多人做师父 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原来我们在许多世上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哇好有意思哦 这边经文中文圣经有时候翻译 读完要稍微想一下 我的弟兄们 首先一样 先引起大家注意 不要多人做师父 好很有意思 这边多人不是指每个人 而是指许多的人 做师父 就是成为 主动成为那教导的人 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意思是为什么不要大家都来做师父呢 好 这边我们就表示雅各 作者也把自己包含在内 他在教育当中好像也是扮演这样的教师角色 判断很可能就是指主在 末日对每个人所言所行 所做的工作的审判 原来 原来怎么样 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啊 原来就是要补充 哇 这个教师要受更重审判的原因 人难免都会犯错 我相信大家可以认同这件事情 那但是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错 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 有可能吗 太难了太难了 他又能够控制全身 或者是讲到全人 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们需要更警醒的来想 所以当我们想要教导之前 要更谨慎啊 要不然当我们所教导 却不合神心意的时候 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啊 好 然后我们再看第九到第十节的经文 我们用舌头送赞那为主为父的 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像被造的人 送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的 好 只要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到教会来敬拜 我们很自然就会送赞上帝 好 这是很美好的事情 好 然后甚至犹太人他们也有规定 就是他们每天 要三次来读送赞神的一些文具 好 其实有这样的背景 所以他们很自然就是每天要送赞 但是当我们送赞 但是用什么方式送赞 用我们的口舌 然后但是我们有许多时候用我们的舌头去咒诅那照着神形像被造的人 这边中文圣经直接这样写出来 好我们会咒诅人 而且那个人是什么人就是按着神形像被造的人 所以在这里直接跟我们很重要提醒我们需要去想去反省 每个人都是按照神形像造的人 那我们怎么还可以去咒诅他 宋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 然后我的弟兄们 如果在新月书信当中看到我的弟兄们 我们就要有一个敏感度 就是作者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 所以不断我的弟兄们又出来怎么样 这是不应当的 这是不该发生的事 根本不应该出现的事 结果还是出现了 绝对不该有事还是出现了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有信心保证说 哇我一定可以靠自己力量 哇口舌都不犯罪得罪人 但是我们应当更加的谨慎 谨醒 基督徒信心查验的另外一个原则是 我们需要从上头来智慧 当神家庭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智慧的时候 我们不要想再靠自己来做什么 若有人在原理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的人 你愿意成为朝向这样子目标的人吗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上帝我们要向你心上祈求祷告 主愿你亲自来光照我们 也看见我们的本相 看见我们现在的景况 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谦卑回转到你面前 主圣灵愿你亲自来提醒 教导我们在我们的口舌上不犯罪不得罪你 帮助我们的口真的就说出圣灾的话 而没有那些咒诅的言语 我们向你心上祈求 祷告奉告奉取孙明 阿们 不是啦 阿们 不要